日前,北京粮友民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,执行法院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,据悉,北京粮友民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,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,法定代表人为高德宗,经营范围包括餐饮服务,会议服务,礼仪服务等。 该公司共有三位股东,最大股东,青岛粮友饮食股份有限公司,其中黄晓明以50万元的投资金额持股5%,值得注意的是,该公司法人代表2017年已被限制消费,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,黄晓明在8家公司担任法人,10家公司担任高管,47家公司担任股东拥有72家公司的实际控制权, 其中,其持股5%的北京国能时代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,在2019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,其持股3.88%的湘西老爹生物有限公司于今年1月6日被法院强制执行,执行标的59万余元。